吴林郎 吴吴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一开始带您来看到 渔民会推动了一部落一聚会所的建设计划 与玉里镇安通部落 只有一夕之隔复理箱安住部落 争取设置部落聚会所长达10年 却都没有动计 那么部落推动重要技艺 或者是文化传承工作 就如扶贫般漂泊流浪 借货部落头目反映的现议员林郁芬表示 先解决用地问题的同时 也将协助部落来推动争取 安住部落传统年纪 岁时技艺盛装出席的族人脚下却穿戴雨鞋 因为苦无聚会所 今年又得在泥泞的农地执行技艺 传承部落的传统文化 部落头目看了无奈又行痛 安住部落是10年前 如果讲到现在 到了现在都没有消息 一分一言 我才讲 我才讲也累了 部落头目难过流泪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安住部落争取10年的部落聚会所建制案都没有动静 推动部落重要技艺文化传承工作或者部落重大议题 相当手忍部落聚会所建设 同时也协助南区乡镇部落解决聚会所问题的县议员林玉芬 面对安住部落的困境 以及头目族人心心念念的期望 除了深入了解安住部落聚会所预定地的问题 并表示也将协助安住部落来推动争取 那目前我们走到哪里呢 目前我们走到水土保持计划通过 那现在正在申请新办事业计划 也就是说我们新办事业计划之后 才能够拿130万来做一个规划设计 那现在我主要的工作就是 在每一个过程里面 我盯住每一个细节 去看住每一个环节 能够让它尽快 第一步选定安通火车站旁控地 作为聚会所预定地 县议员经营部向族人说明 后续的用地取得新办事业计划 经费争取到规划批件等等 势必也得要花上两到三年的期程 林玉芬也特别鼓励安住部落要有耐心 大家凝聚共事 团结合作 来共同推动争取 记者是越南复理采访报道